大家好 我是愛原神 今天繼續給大家帶來原神成就攻略 龍脊雪山嫩娃 新鮮的熱1055 一口吃掉了幾十萬摩拉龍脊雪山三個盒子加8塊石碑 106-107 祭司 公主與祭司者冰冷的鋼鐵 這期視頻我們來收集 一口吃掉幾十萬摩拉技的成就 恩...技的成就需要那個... 冷凍肉 如果已經跟了我 那個雪山boss大雪出篇了 就可以直接來這找他接任務然後 提交任務就行 但每一座小伙伴要去做一下 我們需要準備一個初出角色 然後準備一個火屬性角色 之後我們打開地鎖 來到 複雪折肉上方借了幾壁點 我們過來找哈利斯接任務 好經過一段對話之後我們打開地鎖 來到七天閃向者 到了七天閃向我們把視角裝向我們的東南方向 跳起來然後飛過來 我們先去開那個熱源激光 怕那個相後伙伴們在打的時候幾行之忙 開了熱源激光所以中途來這 沮喪內的幾行之 打那個boss的時候就比較輕鬆了 來我們過來開一下 啟動 好的之後我們把視線撞到背後 我們要找懶洞肉 這就有一隻 我們融化之後 來把它擊殺 好這就有兩塊懶洞肉了 我們要收集十塊 之後上來 我們去找那個大雪豬 下一項工作室 來再來拿出火手性角色 我們一樣的把兵融化它化身 然後 然後 來擊敗 這是四塊 好這是六塊 把這三隻小桌全部擊敗之後 那小桌就會生成大雪豬王 我們要打倒大雪豬王 再拿到一個材料 好來解一道 好打倒大雪豬王之後 我們來著 來開街的華麗寶牙 就能獲得大雪豬王的任務 就某種契約嘛 之後我們來打開地圖 回到張才的棋皮點 負雪之落地的棋皮點 到了棋皮點之後 我們把視線撞到七倍方向 來找他交任務 然後我們和他對話 好對話完成之後 就再拿到一個食譜 我們來點擊烹飪 學習 第1的就是 就能獲得這個成就 之後我們來做這個 稠汁蔬菜燉肉 我們需要借了番茄 再雜貨部做買 然後還需要火蘿蔔 逗著小夥伴們直接做 我帶那個逗著小夥伴們 去買一下材料 來按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蒙德城這個提皮點 到了提皮點之後 我們靜止朝前走 然後唱一下我們的左手邊 這個就是雜貨部 我們來購買材料 這個就是番茄 一天購買100的 我們隨便買的 然後我們再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來造這個 安郎靈索上角力的氣皮點 藉著武器副本 到了副本之後 我們把時間撞到西北方向 這有4根火蘿蔔 我們來拔一下 第1次拔還會生成一堵寶箱 然後我們再打下地圖 回去我們去 燉東西 然後把做好的菜交給他 然後我們回來 來這烹飪食物 好 之後我們來 加拿交任務 把這個蔬菜湯交給他 他就要我們往上6點才來找 來我們打開派蒙 時間調到下午6點 再來還他對話 就能完成我們的接任務 拿到40元時 收集劇其視頻的成就 我們需要塞西利亞花 所以我現在在 詹欣雅這裡 小夥伴們如果背包裡面 沒有塞西利亞花的話 就來詹欣雅 這個地方 我們來 需要桑朵塞西利亞花 從副本或的TP點過來都可以 背包裡面已經有 桑朵塞西利亞花的小夥伴 就可以拖下進度條 然後我們需要準備一個 火元素角色 然後再準備一個輸出角色 廢了 我們來拿下 這個塞西利亞花 需要桑朵 拿好之後 我們來打開地圖 我們來到雪山的 這個 新洞窟左上角地的TP點 到了TP點之後 我們直接朝下趟 跳下來 來借個石碑前面 我們來 洞峰桑朵塞西利亞花 如果不能洞峰的話 就是在連擊狀態 我們退出連擊狀態就能切中後了 來開啟極端華麗的寶箱 然後獲得一個 吉士友遮瑕 然後我們把視線轉到 西南方向 TP點的上臂走 然後 來到這裡飛起來 放到前面有一個 大水池 我們來先 破解這個激光 先來到這個仙靈處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讓這隻仙靈和 那隻仙靈就是在重合的時候 先把它擋過去 他們兩隻在 重合的時候 我們再碰下一隻仙靈 等它過來 然後重合之後我們碰一下它 之後兩隻仙靈就會各自走作 自己的路程 之後解鎖地的激裝 冰牆就開了 好我們下來 下來還有三隻仙靈 我們用走的方式 依次 觸碰地的仙靈 來我們走一下 就是要用走不能用跑 然後它就會解鎖地的激裝 這個遺跡中擊就活了 來我們來 檢疫到 擊敗它之後 地的鐵門就開了 然後我們走進來 可以看到一個針對寶箱 一個精緻寶箱 一個華麗寶箱 到時候我們要來拿著的 生翅之石 來我們拿上生翅之石 之後走回了 這有一塊 那個冰塊 我們用生翅之石來把它融化一下 都有一個石碑 我們閱讀一下 好這塊石碑就亮了 我們現在來打太基礎 這次我們來到這個 雪藏之多近交上方界的提壁點 亮的石碑 我們一共要找八者 到了提壁點之後 我們把視線撞到北方向 這邊走上來 倡道界的仙靈台之後 轉向右手邊 上面任務做了之後 會變成物像冰 所以我們走不了了 我們只能從這邊走 我們沿著棟籌 一直走過來 到了這之後 朝著左手邊 貼著左手邊的牆壁走 這是我們的下一塊石碑 來我們先清一道 好的我們來觀察一下 這次石碑也亮了 點亮這石碑之後 我們再打太基礎 這次我們來到 棉龍谷 右下角界的七筆點 到了七筆點之後 我們沿著這條路 這條斷了的 這條斑路 一直走 繼續沿著這條路一直走 來到這要踏向我們左手邊 最後一類遺跡重擊 我們要來清一道 本來 打完遺跡重擊 我們過來 來右手邊這樣 觀察一下第60倍 好之後它也亮了 我們再來把視線轉到背後 我們要去爬這個雪山 我會跟上打 就是南方向 來我們從這向上爬 來到這之後 燙向我們的右手面 就是我們的北方向 這有一個華麗的寶箱 我們打開會獲得一個祭祀直下 我們再打太基礎 這次我們要來到這個 這個副本 就在我們的前面 下一塊石碑 我們來觀察一下 好的這塊石碑也亮了 之後我們再來打太基礎 這次我們要來到雪上之都 舊宮下房記的七筆點 到了七筆點之後 我們要上去 到最上面這 來我們從 西南方向 先坐來 過來之後就沿著這條雪落 一直向上走 下一項工作室 下一項工作室 我會跟上打 來到這時候 唱向我們的左手邊 繼續走 我會跟上打 上來之後 就在我們的前方 就能唱到下一塊石碑 在那 我們若須點亮一下 我會跟上打 來我們來裝茶 點亮這個石碑之後 我們再打台積圖 這次我們要來到雪山的這個 付雪之路 下房記的祭祕點 到了 提比點之後 我們把石碑撞到 東北方向 我們抄前走 下一項工作室 經過這個仙林之後 趟向東方向 我們繼續抄前走 在我們前面那個火把 是我們的 下一處石碑 來我們觀察一下 點亮這個石碑之後 我們把石碑撞到我們的 東南方向 我們要去到 前面那個小島 去拿我們的最後一個匣子 這有一把劍 我們要 開啟挑戰 觸摸之後開啟挑戰 挑戰難度很大 建議 小伙伴們 就是叫自己朋友 大小 答案不解一道 通作挑戰 這裡會生產一頓 華麗保險 我們來開一下 就會獲得我們的 最後一頓東竹之下 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來到 雪桑的奇典神像處 抱了奇典神像 我們視線 朝東南方向轉 我們飛落來 貼著這個懸崖 我們不跳下去 我們朝前走 小琴這裡 很容易腳滑 不要滑下去 我會跟上來 我們飛落來 上來之後 我們繼續朝前走 在這兒會看到 一個門 回一個極端 我們來把匣子放進去 之後 這個洞窗就解鎖了 我們走進來 面前就是我們的 下一桌石碑 然後我們閱讀一下 閱讀完成之後 我們來開啟 這個華麗的寶箱 就能拿到我們的 第1個成就 尋找某種企業 好的 這還有一個精緻寶箱 後面還有一個 這個 噢 剛才那個是珍珠的寶箱 好的 拿好之後 我們再打開地桌 回到剛才這個 其天閃像處 回到其天閃像之後 我們視線朝背後撞 走到中間這個大圓旁 我們跳下來 穿向我們的南方向 下來 這是我們的 最後一塊石碑 來我們來閱讀一下 都點亮 都點亮 見證基本上都解鎖了 來我們來開啟 地的洞潮就胎了 我們走進來 面前的是一個 珍貴寶箱 來我們拆擠一下 有所送貨 就是一定要獲得60元石 然後我們拿出鞍駁 這四軸有火把 我們要把它都點亮 就在這個房間的 市的角落 我們把火把都點亮就行了 好點亮之後 做一段動畫 我們就能獲得這個 吃心的大劍 雪葬的新影 來我們把它拿起來一下 就能獲得我們的第2的 成績有冰冷的當地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致電視